接触的藝術家丹亭某 曾经在过来这么多月电视台下第一名的合成者 他的作品也向国立美術館来受众 丹亭某一直有希望生日金某月薪 虽然说是在增加的地方 不过丹亭某30个档来 用心中是美術教育 跟资料不少优秀的学生 他的金某月薪要这么多受众的藝術品 新闻最后注册咱们做回来看看 里面的材质是海边的保粒笼 它做一个基本的那个架构 今天立金某月薪 可以看到一只一只用某个角做出来的 只因人客来到月薪里面 这是艺术家丹亭某在靠五乡所生日的金某月薪 这些东西已经收集了二三十年了 慢慢地累积一下 本来这边装置的很漂亮 画的东西越多越多越多就变成仓库 现在要走路的路径也变小了 在卫士里面有收藏很多藝品 以前的电卫 布袋蜜蜂 还有很多杂质的东西 这些都是等现没有一项一项收集来的收藏品 他说这些东西都是无家资报 资源依旧给别人欣赏 但是没买 其实一些创作的东西一些元素也是从这些东西来延伸出来的 你看多了自然你潜意识里面有些东西存在 那我们会利用在地一些磕背 因为我们海边很多的磕背 废置很多 那我们就希望这磕背再重新重现 那重现怎么去呈现 就是脑海中有很多形象在那边了 因为我们收集多了看多了 所以自然的一些东西拿来之后 我们可以做什么 走到卫士里面 里面的桌围竟格让人欲赏 每一百桌围看起来都很像真的 但坚坚说 以前小时就在欲卫桌 但是没卫筆 所以就跟年纪比较大的楼 比赛卫桌 来听到这些卫筆 大哥大姐姐 他会会会会会会 会会来台里台里讲 他拿一张图给你看 说你只要画得出来的话 这盒蜡笔就送给我 我就这样赚很多蜡笔 这个会画领域里面 我觉得我本来很喜欢的 很有兴趣 所以我的志愿 也是要想当一个画家 那慢慢也是 一年聚会 就往这边一直走下来 然后到了金武来 海边这边来 丹善母说 刚开始买这些东西的时候 今晚 而且要按照他的模样卫帅 但是经过当年的合适 他现在可以真近就完成一项卫族 万书去头南 今天可以有这种新酒 也是丹善母 人生最大的快乐 记者 林建宏 蔡永报道